今天开了一下午的车,花了几百块钱的油,来到了静边东服务区 天色一晚就不开车了,刚才在服务区打了点水,用来洗漱洗衣服的 刚才在服务区撞了一圈,没啥好吃的,自己在车里边煮的一面吧 房车已经充满电了 我最喜欢现在的状态,就是车里边有水有电,食物也充足,特别有安全感 准备下面,我这个锅有点小,这个面有点煮不开 煮了差不多十分钟,这应该熟了吧 再放点酵料翻炒一下 在外面的服务区能吃到自己做的饭,我觉得吃的不是味道,主要是感觉 开饭了朋友们,我的一面好了 今天中午就没怎么吃饭,所以我又给自己加了一个卤蛋 吃完饭玩了会手机,现在已经是深夜了,外边一片漆黑 在服务区露营有监控还是很安全的,现在准备洗漱睡觉 哇塞,现在半夜三点半了 外边这个一直有警惕声,看看怎么了这是 半夜睡得正像,迷迷糊糊被外面的警报声音吵醒 把手机伸出去也没拍到什么东西啊,不知道是哪里响 刚把这个天窗关上了,不然外边太吵了,睡不着啊 在服务区对付一久吧,明天起床下高速吧 今天的大家看一下古代人的赌场 这个场景有没有很眼熟,就像咱们看古代电视剧一样 里面的赌场,就是这个样子 这里边各种各样的赌台 如意当铺,看一下这个当铺里面都是什么 哇,这边可以进来 全都是金条 这也是金条 这当铺很富有啊 这边好多蜜蜂啊,大马蜂啊 这是一个古代的青楼 一会上楼咱们看看里边是什么样子啊 这还是刚才那个房子,等于一楼是赌场,二楼是青楼 青楼就是咱们看的电视剧里的怡红院之类的 这种青楼我记得以前在陕西的白鹿园景区也看到过一次 也是二楼,布置场景跟这里边差不多 哇,这里边灯红酒绿啊 二楼,咱们现在在二楼 一楼是赌场,二楼是这个花满楼 神医馆 座堂 这是看病的地方 哇 这场景做的就像真的似的啊 这里边是一个农家的小院子 他们家很富有 还有羊 还有两个小孩 还有小鸡 再吃一米 这做的栩栩如生啊 这大公鸡的大名呢 这是两个老人 秀楼 秀楼就是招亲的地方吗 上楼看一下 现在咱们上二楼了 看看里边什么样啊 哇 这里边的门好小啊 看看这个房间是什么啊 这是闺房 哇 还有家具呢 我看 这是弹琴的地方 这琴能有声音吗 我们试一下啊 它是道具 没有声音 中校仁爱 这是老银川一头街 展示的是 民国时期的这个 银川的风情风貌 军民学社 这都是民国时期的繁体字啊 庆祝抗战胜利 这是一个三进会馆 真的是 有一种民国时期的老电影的感觉啊 门关那边进不去 养生堂 这边是个红包车 这前面应该是过去的老照片 当年的邮局 看在邮局里边 很热啊 在里边 哇塞 看这上面 全都是繁体字 这都是邮寄的包裹 这边还有各种信 天城席 这是一个杂货铺 卖的是烟 这边还有配的眼镜 这边甚至还有假牙 摸剪子 抢菜刀啊 这是 看一下这里边 吹唐人 听着老歌 逛着老街 反复人 就穿梭到了 这个 穿越到了民国时期 永顺服 这是什么 大葱 南瓜 白菜 土豆 黄瓜 这个老街挺大呢 还带分支的呢 还有胡同 这是卖的杂货铺啊 咱们进去看看 什么老货 哇 东西还挺全 这是有卖布匹的 还有卖水壶的 什么都有啊 真的有种穿越回过去的感觉 卖棉花 这是卖的书子 在家里边做做客啊 咱们现在进去看一下 哇 大火炕 他们家的客厅 加上卧室 这边呢 是他们家的厨房 这边是灶台 做饭的地方 这是做的大白菜 你去的厕所都做的很古代啊 茅厕 这是个货债 货债什么意思 收购旧货 这都是羊皮 光明理发店 场景布置的 真不错 新农酒馆 进去看一看 这个火锅呀 吃的这是 涮锅子 这道菜有点像西红柿炒鸡蛋 真是有一点拍电影的意思啊 给你们看一下啊 介绍一下 这个是明清时期的消防水车 那个时候的消防车 全国仅有两辆 其中一辆就在这里 看这个介绍 古代救火 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喷水 跟大家说一个消息 我不知道算好消息还算坏消息 就是我这个冰箱之前不是坏了吗 就是莫名其妙的坏了 房车刚买了一年 正好一年它坏了 然后刚才呢 我开车找这个录用地 刚挺好 我发现后面有声音 就是现在视频里听到的这个声音 嗡嗡的 这个冰箱的噪声 我一打开冰箱一看 冰箱自己好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肯定是不稳定 它现在好了 说不定啥又坏了 好了就先不管了 先这么放着再说 趁得好使 我放上边两瓶饮料吧 冻一下 这个破冰箱时好时坏 这还是房车专用冰箱的 12伏的 给它锁上吧 这算是今天的一个小惊喜啊 出去看一下我今天停车的地方吧 这是我第二次房车旅行来到宁夏呀 今天来到了银川 这里是宁夏的省会 今天呢我就在这个宁夏博物馆的银场过夜了 然后明天参观完博物馆 咱们就继续出发下一站 今天玩的一天还没吃饭 我现在决定把车搬出去 然后骑车出去找个饭店吃点 一会回来的时候 我希望我这个冰箱还是好的 因为我想喝一瓶冰镇的水 这两天开车 所以车里边电还是挺足的 现在是90%的电量 这是我的卧室 我已经把那个坏凉洗给扔了 不扔不行啊 一直在掉那个碎渣 坏的不行了 还是躺这个吧 在宁夏这边 反正晚上也没那么热 这里是宁夏银川的还原市场 是当地最有名的夜市 来银川不来还原夜市 就等于白来呀 这里边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吃 咱们看看都有啥 先花十块钱买了四只扇贝 添一下肚子 吃完扇贝继续寻觅美食 这边跟那个西安的昏明街很像 我上次去那个昏明街 什么都没吃 什么都没卖 今天来这边吃点了 吃饱了 银川黑娃娃 娇麻吉 这怎么卖了吧 一整只的五十分 这二十六 这二十六 哦 这二十六一个 这五十一个 然后给调拌好 这多少钱 都一样的 这里边就计价是吧 记住啊 我拿一份这个吧 这个小的多少钱 小的十五 小的十五 来份这个大的 尝一尝 二十六 哦就是这个鸡做的 三十年全场折一包子 老板九色鸡蛋包子有吗 两块钱一个 我来一个吧 不能买太多 咱们是少量点 然后多吃多吃几啊 表了个包子 看好不好吃啊 还行吗 要不要来一个土豆饼了 哎 这没有面 完全都是土豆是吧 有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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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土豆饼很好吃 呃外焦里嫩 外边是脆的 里边是软的 三块钱一个很便宜 谢谢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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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不客气